张简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 当年的这个近世 他是江苏人 是搞这个君主立宪最有名望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清朝的退位的诏书 是清朝的状元去写的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的讽刺 然后他写了也是很搞的 就说我们清朝是为了苍生所以退位 现在我就任命赡养给袁世凯去搞民国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细节很少人去仔细的看 这个对袁世凯是很有利的 就是我这个大总统不是你们民国 不是你们革命党给我的 是清朝善让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法统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一个是新时代 一个是旧时代 新时代的这个权力转移 一个是新时代的权力转移 是不是 所以呢 逼了清朝这个退位就是2月12号 退了位以后 也这个这个孙中山也是 他承诺了嘛 所以在15号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袁世凯 他就退位了 退位呢 很快就选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袁世凯做这个 临时大总统 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呢 这个 但是这个也是挺搞的 因为他们要 这个袁世凯 来来南京 做总统 然后写了一个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谁写的 听说是这个 后面主人翁 主人翁这个 这个宋教人 宋教人后面会讲 讲很多的 宋教人这一天晚上就写 写好了 就就约束了这个袁世凯 来南京 离开了他的地盘 然后呢 这个中国就变成一个内阁制 内阁制 什么时候内阁 在这个民主 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个大的 这个一个可能你可以说是 有一点像这个 现在的美国 总统制 总统很大权 议会呢 就是来这个 来跟 有一个职约 制衡 然后又叫内阁制 就像英国 或者德国 德国的总统没权的 新加坡也是总统没权的 所有的权都在这个 总理 总理呢 就是这个 医院里面最大的 这个党派的 的党魁 党魁就变成了这个 总理 就是新加坡跟这个 德国 法国也 有一点像 用这个方法呢 这个大 大总统给了这个 这个袁世凯 但是拿着权的 还是在这个总理的手里 就在临时约法就写了这个 就叫 袁世凯来南京 来南京 袁世凯也没说什么 也没来 所以就派了几个南方的 这个汪精卫啊 宋教人啊 这个就去了 这个北京 来请他过来 请他过来 住在这个酒店 住在酒店呢 当天的晚上 就在北洋第三镇 曹坤 曹坤就是后面这个 会选的这个总统嘛 他就是这个 吴佩夫的这个老板 那是直系的这个军阀 他就搞了一个政变 在这个东江名相 就在这个当时当时的这个 呃 外室的地方 就呃 抢了这个四千六百多家的 这个这个店铺 然后这个洋人就很很害怕 是不是另外一次的这个 这个义和团啊 所以就说 呃 袁世凯 公保 你不能走 你一定要留在北京 保住我们洋人的命 所以这个袁世凯就没有下来 是不是袁世凯的阴谋呢 有一个说法 说法是什么呢 就就在就在这个当天晚上 这个唐少仪跟这个袁世凯的 谈话的时候 吵混 就很快的这个 就这个这个走进了这个 这个这个冲冬府 就说 就就房间里面说 大帅 搞好了 大帅你说这个 这个唐少仪说的话 可不可信呢 唐少仪跟这个袁世凯 是有一点这个 有个问题 就有一个 有一个裂痕 因为他这个 当时这个南北 义和的时候 就就把它裁掉 所以你说这个 独立史呢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小孩子 独立史很很难 因为独立史 其实真的没有 现实的 没有 就因为你只可以说 我们看到的东西 说这个东西 说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是 写这个东西的人 是谁 为什么他就这样写 可不可信呢 难说 你自己去订吧 所以没有 什么历史呢 小这个这个小孩 读得很容易 因为这个 所以这个这个 真正读历史是没有的 所以真正读历史 你要看看是谁写的 不是写什么 比如 现在可能扯得 也远一点了 岳飞 打这个金人 是不是很厉害 就打这个北伐 就是几百人 打赢了一万 十万多人 你看谁写的 岳科 谁是岳科 他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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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效忠皇帝 要北伐 当然就找了 岳飞的孙子 写了一些 有利于打金人的 然后你看这个 真实 当时的真实 有没有记载 岳飞去打这个金人 打得那么厉害 没有 谁记载这个真实的 是谁写的 谁去记载的 谁去变秀的 变秀的 秦桧的 儿子 所以我们读 这个岳飞的历史的时候 你只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 岳飞的孙子 另外一个是 秦桧的儿子 这两个都不可能信 是不是 在历史当然不错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 就是读历史 很重要的是 是去看这个谁写的 所以你刚刚看这个 是不是袁世凯 有这个做这个 阴谋诡计 不下来南京 这个是唐少尉 唐少尉自己写的 反正 袁世凯就没有离开 袁世凯没有离开呢 孙中山 就有两个 两个这个 民国的这个巨头 就真的聚在一起 孙中山就来了北京 来了北京呢 这个袁世凯对他的好的 你看这个 这个好的不得了 给了他跟这个 国家元首的这个 级别一样的 在中华门进来 给他做的设计最好 给他住的也是 刚刚袁世凯 在这个 中南海的一个 最好 他之前他自己住的地方 给了这个孙中山 见了七天 见了十几次 十几次呢 在谈了谈了 彻夜 谈了很久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谈 因为这个袁世凯 肯定不能说广东话 你听听 孙中山的普通话也是 很吓人的 这个跟我们广东人也差不多 你听到在皇府军校 一开始致词 很好听 我们中国 七八年来 为什么不可能大意 你看 肯定是我们广东人 广东人中了不得了 所以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给了这个孙中山 他多年以后的一个 一个化名 叫这个孙大炮 因为孙中山就说 跟这个袁世凯说 你呢 就十年内 你就练 你练兵最厉害 练一百万精兵 我就去建铁路 我要建这个十万公里铁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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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